强势股在拉升之前 短期均线一旦形成了三军会势的形态 如果它还是当下的一个热点 那么这样的标的往往就会暴涨 如果说它不是当下的一个热点 那么它往往就会走出一个多头均线 逐级向上发散 走出一个震荡向上的趋势 成为一个慢牛股 在股市当中呢 主力想要快速的将一个个股推高 必然要结合量价以及均线这几个条件 使得股价呢继续活跃 以吸引市场上观望筹码的高度重视 也就是说它要吸引人进来接盘 这是所有的主力庄家在拉升之前 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出货 没有人跟风没有人接盘 那他就出不了货 他也就不会拉升 三军会势的成功率之所以很稳定 就是因为他结合了强势股所有的特征 并且在拉升之前修复了短期存在的压力 再有量能的配合 股价便拥有了充足的上弓的动能 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三军会势呢 所谓的三军指的是三条均线 他们分别指的是短期的快线 五天线以及十天线以及二十天线 这是我们做短线必须要看的三条线 三军会势指的就是五天线上穿十天线 还有二十天线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结合股价运行的走势来判断一下 第一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虽然也是三军会势 但是它是一个向下的会势 它是快线向下死差了一个慢线 而在第二个这样位置 它是出现了五天线向上交叉十天线和二十天线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它的股价的趋势便是向上的 同样第三个位置它也是向下的交叉 而第四个位置它也是向上的一个交叉 那么我们判断这个标的它能不能快速的拉升 首先我们要知道主力资金 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入场的筹码 只有它把握了充足的筹码以后 它才可能会往上拉升 对吧 前级的时候成员量都是非常的小的 看不到主力资金活跃的一个迹象 只有从这里 以及从这里的时候 我们才看到主力资金活跃的一个迹象 但是呢 在这样一个位置跟前面相比 它都是一个相对的高位啊 各位 所以说在相对的高位出现了这种活跃的一个迹象 那么主力资金它是建仓还是出货呢 因为前面没有它活跃的迹象 在这里刚刚出现 所以说它也不存在出货这一说 它可能就是为了激活这里的筹码 以方便拿到更多的筹码 其实从后期的走势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验证 对吧 包括这里都是有着放量的阳线出现的 而在向下跌的过程当中 在回调的时候都是一个缩量的阴线 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老胡经常给大家强调的建仓有量 回调有度 拉升有序 它现在还没有到一个标标准准的拉升阶段 其实整个阶段它都是在做一个建仓的动作的 真正的拉升呢 大概率就要从这样的一个位置开始向上 这是它的一个概念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些技术条件 首先第一个 股价呢 在盘整期间三军要反复的缠绕 其实不光是三军 包括后面的三十天线 六十天线 尤其是在主升阶段的时候 股价一定要站稳六十天线 它才具备一个趋势牛 或者是一个快速牛的条件 前面老胡也不止一次给大家讲到过 这种均线粘合的一个必要性 均线粘合就是要把所有的筹码 把所有的成本都搞到一起 后面在拉升的时候 才会比较一致比较轻松 所以说在出现了这种条件以后 一旦后面再放出了一个巨量突破前面平台的时候 它往往就会一冲 它往往就会一飞冲天 第二个条件 那就是在倍量启动 在伴随着三条均线拐头向上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入场的信号 所以说哈各位 其实有很多三军会师 我们讲到的是他们三个交叉到一点 其实三军会师 我们稍把它变异一下 它是可以五天线向上 十天线向上 二十天线 它三条线未必交叉在同一个位置 只要是三条线 同时走出了一个拐头顺势向上的趋势 那么它大概率就是一个主生的形态 它可以作为一个三军会师变异的一种形态 所以说大家不要把这种知识点给学死了 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三条均线要顺势向上发散 并且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是要放出一个比较大的成交量的 这才是有效的 这也可能是拉升的一个初期 拉升初期的时候 往往还会在伴随着一个洗盘 因为它是刚刚突破了前面的一些高点 所以说在这里面有一部分人解套了 解套以后有一个离场的需求 所以说呢 在这里往往还会再做一个向下的洗盘 只要是这个洗盘 它不破掉六十天均线 那么就是二次入场的一个信号 同时呢 这个六十天均线 它也是对应的一个比较强的支撑位 六十天均线一旦被有效的跌破 那么这个标的 它大概率短期就不会再拉升了 它就只能寻找下一次的风口 所以说它便有了我们第三点 想要快速大涨 想要走出连板 或者说经常出现大阳线 那么它必须要有热点题材的一个配合 它要处于一个热点板块里面 形成板块效应 它才具备快速大涨的一个条件 否则的话 它自己单打独斗 那么它的高度就会非常的有限 而且呢 在这种情况下 它很难走出连板 因为不会有人去跟风 所以说它只能会走出这种趋势慢牛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很多标的都是 震震荡荡 震震荡荡 均线也是向上发散的 它就变成了一个趋势牛股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上层建筑 喜闻乐见的一种牛市以后的形态 我们出了很多的政策 出了很多的条款 就是想把我们的A股打造成一个趋势慢牛 好了 我们再结合具体的案例来看一下 这个标题呢 在一开始在介绍概念的时候 老胡已经给大家讲到过了 对吧 在这里突然的放量 才意味着主力资金的入场 前面都没有量的时候 我们是很难看到主力资金入场的一个痕迹的 后面不断出现的这种大阳线 对应的下方不断放大的成交量 就说明主力资金吸筹 非常典型的一种形态 它也是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吸筹 所以说在这里面 如果说出现了这种三军会师 至少它是一个波段的套利点 而这个个股呢 一旦风口到了它的 而这个个股呢 一旦到了它的风口的时候 那么它可能就会直接爆出一个天亮 然后突破所有的平台 开始一波加速拉升 加速完之后 便是主力资金的出货 再比如这样一个标的一样 首先前面都是没有多大的成交量的 只有在这里突然放出一个巨量 这个叫做芙蓉出水 在量学里面 还有很多朋友把它叫做一个力装量 因为它在这里突然放出了一个巨量 放出了一个天亮 很明显这不是散户所谓 这是大资金所谓 如果说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巨量以后 后面都有不错的成交量 成交量不再缩回去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一个标的 它可能就要直接往上走了 可能就是沿着五天线或者十天线 斜着往上拉升 走这么一波之后再熄火 但是很遗憾 它的成交量又缩了回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后面的几天当中 成交量又缩回了相当于前面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呢 短期的短暂的一两天的放量 不足以改变它原有的一个趋势 只有持续的对量 才可以改变它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它的趋势又回到了前期 一个没有装的一个状态 直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三条军线在前面充分 粘合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标准的三军会师的形态 出现了三个阳线 一个放量的阴线 阳线并没有放出多大的量能来 而阴线放出了比较大的量能 在之后的一天直接一个爆量 把前面这个放量的阴线做了一个反包 这就非常值得大家去注意 除了看到这个反包形态以外 因为反包它就意味着拐点 对吧 会不会拐 我们就要看成交量 会不会有一个持续的放大 大家继续来看 出现这样一个大阳线以后 后面这几天虽然是在盘整的 虽然是在回调的 但是它下方的成交量跟之前相比 还是有所放大 而且呢 它前面这样一个大阳线 它是突破了所有的高点的 它是突破了所有的左风 把所有的压力全都解放了 所以说再次出现这样一个大阳线的时候 就非常值得大家去注意 持续的放量 才足以改变它的一个趋势 三军会师 加上爆量 往往能走出一个大牛骨 好了各位 我是老胡 短线交易顺势而为 我们下期再见